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为什么没有买糖 我想买多一点 但又不够钱 那你多存钱再买 姐姐可不可以把这些钱变多一点 姐姐不懂变魔术 虽然我们不懂变魔术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把这些钱变多一点 没错 因为我们可以拿钱来做投资 那究竟什么是投资呢 简单来说 投资就是牵振现在的消费 去换取将来更多的收入 好像刚才那位小朋友那样 忍着手买糖来吃 将这些钱存起去 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的钱 不过只是存出去不用 那些钱是不会变多的 我们要透过不同的投资工具 才有机会赚取回报 而常见的投资工具 就有定期存款 即是将一笔钱放在银行户口里面 并且同志一段时间内 是不会拿钱出来 当定期存款到期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根据之前的利率 来收取利息 而债券是由机构或政府发行的 当你买了债券之后 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债权人 即是你借了钱给他们 然后当你的债券到期之后 你就可以收回之前借出去的钱 还有你们谈好的利息 还有你们谈好的利息 股票是由公司发行的 当你买了股票 就会成为那间公司的股东 即是说 你实际拥有那间公司的股份 股票的价格是会不停地变的 是升还是跌 你要视为投资者 如何看那间公司的业绩和前景 不过开港又说 投资涉及风险 大家要了解清楚才可以投资 姐姐 我现在可不可以不买 遲些再买一倍高多的糖 要不姐姐帮你做定期存款 到期就可以拿到利息 那就可以买多点糖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买的 姐姐 多久 想知道钱传入银行 什么时候可以增长一倍 其实有一条选择的算式 可以帮大家估计下所需要的年期 这条选择就是72反侧 你只要将72除以利率 你就可以知道大约多少年之后 你的储蓄就会增加一倍 以风式利率计算 假设年利率是6% 即是将72除以劳 得出的双就是12 即是大约12年之后 你的储蓄就会有一倍增长 在经济学上 有一种概念叫机会成本 而机会成本 即是你所放弃的选择里面 最高价值的一个 假设你有一笔钱 要不拿来买手提电话 要不拿来做10年定期的成本 如果你选择做定期 那你的机会成本 即是一个手提电话 但如果你拿来买手提电话 那就等同于你放弃了这一笔钱 和10年之后带来的利息 当你有一笔钱 你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 那你就要衡量一下消费 是否必要 而投资可以为你将来 带来多少收入 究竟要满足自己的需要 还是将来再来人家 那你就要自己考虑清楚 爹 除了把钱进银行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有多些钱 你现在努力点读书 将来找到工作 那就可以赚到钱 我现在用很多时间读书 但是大个大才可以赚钱 那现在算不算投资的 当然算了 读书都算是投资来的 没错了 其实读书是一种投资 牺牲我们现在的换来享受 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收入 读书除了可以获取知识 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 以赚起金钱收入之外 还可以为我们带来非金钱的收入 因为读书可以扩阔我们的思维眼光 培养我们的品行得性 对于将来人做人出事 都很有帮助 而这些非金钱的收入 其实都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阿Ken 如果你想将来找到一份好工 赚多点钱 那你就要改善你的坏习惯了 有什么要改的 第一 要手势 答应了玩到五点要回家 就不可以迟到 第一 要手势 第二 要手信用 答应了帮妈妈买东西就要买到 第二 要手信用 做事要认真 不可以妈夫 第三 做事要认真 愿意承担 吃完饭要帮手洗碗 第四 愿意承担 和大家保持良好关系 做人要有礼貌 第二 要和大家保持良好关系 要懂得和人分工合作 第二 要懂得分工合作 啊 还有啊 啊 姐姐 这么多个子我要慢慢学 无论你大过是打工 还是做老板 良好的工作态度 都是不可或缺的 刚才姐姐提及的 都是工作所需的基本态度 应该由小开始培养 而这些工作态度 不单止可以为我们 赚取金钱的收入 还可以令到我们 面对工作上不同的挑战 从而不断地进步 获得美足感和成就感 这些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正如我们求学 不单止只是求分数一样 工作都不应该 只是为了赚钱 没错 如果你只懂得赚钱和花钱的话 而忽略了其他生活的所需 那我们就很容易 由金钱的主人 变成金钱的奴隶了 最后让我们赠大家八字真意了 謹慎投资得自平私 在最后一集 我们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年轻人常犯的理财谋物 还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管理非金钱的财富 大家千万别错过 下集见 зах浪金 我再闹一下 于立马 是开要ijk能力了 更为热小的 Mo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